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各种影响血凝的增高的一个因素 都会使血栓形成发生 脑血栓形成多在安静或者睡眠中发病的 突然出现的一侧的上下肢麻木无力 口眼歪斜言语不清这些症状 甚至有的人还出现一直模糊了 记忆力下降头晕等症状 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抽搐这些临床症状 根据时间来判断的 时间必须掐切的必须准确 假如说这个来一个患者 他来了他把他身子不好使了 你就得问他你几点开始发现的 他发现在时间创伤之内 有的时候说我早上起来还挺好的 就在吃饭的时候就不好使了 那吃饭的时候大致上几点钟他就知道了 然后到你院你就确定他这个发病的这个事件是 多长时间 一般一个小时 两小时 正常咱们操早期治疗就在发病在三小时之内 有的时候再发病的这种事件是